莫拉克台风在8月8号重创台湾 让人记忆犹新 根据气象局的统计数据来看 这22年来有5年是在父亲节发布陆景 成为台风最多的日子 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 下周一的父亲节是否会有台风生成 气象局表示南海一带的低压系统 影响台湾的几率低 不过从下周一开始 受到南方云系水系北移 预计到周四都会有降雨的可能 大爱新闻王一廷检员集台北报道